二零一四年加入中信兄弟 球員時期穿黃衫四年 林維駐二零一八年開始 接掌二軍兵服 帶兵三年之內兩度瘋狂 今年被球團拉上一軍主帥的位置 菜鳥令桑 率領猛項 議員二零一零年之後 等了超過十年的總冠軍 意義非常的大 因為我也等了八年 我在二軍當了三年的總教練 其實我在二軍是要求的蠻嚴格的 他們可能會覺得蠻兇的 那樣的要求一路下來 現在這些年輕的球員上來一軍 跟我一起磨合 其實也不算磨合 他們其實也蠻習慣的 那我要求的就是態度 禮貌禮儀 那還有尊重 就是這幾樣東西 你如果有辦法在球場上面 做得好的話 我覺得他們進步的空間是非常大的 對 那今年我們剛好也拿到總冠軍嘛 那就代表我的目標是正確的 拋開戰機和期待壓力化作冠軍的甜莓果實 壓力釋放的助總 鏡頭面前侃侃而談 而球隊的成功 不單單是教練的運籌帷幄 選手調整和團隊氣氛更是關鍵 當家中接著李政昌 今年初賽五十三場 二十四次救援成功 防禦率二點四二 兩項數據都比去年更出色 腳裡飛刀也在台灣大賽結束之後 和隊友詹子嫻一同進場維修 清除右手肘骨刺 李政昌發文寫道 這幾年手的狀況時好時壞 達成總冠軍 總算可以安心去除手肘骨刺問題 很神奇的是 到了總冠軍賽狀況很好 手完全不痛 身邊的人還問真的要開刀嗎 特別感謝醫師和醫護人員協助照顧 大家明年春訓見 李政昌和詹子嫻 兩位股四病房的室友都很有信心 能夠如期趕上明年球隊春訓 也期待更健康的身體狀態 能和令桑一起邁向二連霸 亂體育台綜合報導